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琼哥 今天我们分享一部末日灾难剧《僵尸校园》 影片开场,一群混混正在欺负一名学生 甚至不小心把他给推下楼了 而他的父亲是学校的科学老师 可面对被折磨成这样的儿子 父亲最后做的事情竟然是将儿子给活活砸死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此时画面一转,位于韩国的校三高中 学生们正在瞒着各自的事情 带一名女学生打扫卫生的时候 意外听到了科学老师的实验室内有声音 进去后发现一只可爱的小老鼠 用手动弄他,结果被咬伤了 而科学老师竟然后知道这件事 直接把他给打晕,然后绑了起来 当然学校里面的欺凌事件并不会就此结束 虽然男主想要阻止,但却有心无力 而我们的女主显然对男主很感兴趣 甚至还找机会和他告白 可惜男主似乎更喜欢学霸班长 很快就到了上课时间 班主任把学生们的手机都收得起来 但也因为有个学生没有出现 所以班主任就去寻望科学老师 但他怎么可能会说实话呢 他还在瞒着做实验 可惜结果并不好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女学生 最后竟然挣脱了束缚,回到了教室 还说是科学老师把我给绑了起来 得知学生被老师囚禁 班主任立马报警了 并将学生送往医院 但之前校医不小心被这名女学生给咬伤了 最后直接发狂开始攻击其他人 很快整个学校就沦陷了 越来越多的感染者开始攻击人 此时屋顶上又能够经常被欺负的学生 其罪名女学生甚至想要自杀 因为她被拍了不哑照 她甚至希望整个学校都毁灭 没有想到校园就爆发了这恐怖的灾难 此时男主带着班长正在疯狂地逃亡 而女主也是 最后只有极少数的现存者躲在那间教室内 而事件的始作俑者科学老师被带到了警局问话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是她的儿子在学校里面不断被欺负 但那些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为了让儿子不再恐惧 她用老鼠做实验 老鼠和猫在一个笼子里 一旦过于恐惧 甚至会发明一种荷尔蒙攻击猫 所以她提取了这部分的荷尔蒙进行提炼 原以为可以把恐惧转变为愤怒 让任何人变得强大 可惜最后却演变成了这样 而被送完医院的女学生 也开始变异攻击其他人 原本女主等人找到了手机准备报警的 然而当接线员听到什么僵尸 什么变异的还以为是恶出局 可才挂完电话 这边就无数电话打来 都是类似的袭击事件 看来外界的情况也很糟糕 现在大家还在为如何求救 在不断的争吵 没有想到老师进来了 但有人注意到这个老师的手受伤了 很快老师就发生了变异袭击的学生 大家也知道 一旦被咬伤 就会发生变异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转移阵地 可惜过道上都是丧失 大家只能用窗户挡在前面 而男主为了挡住丧失 不小心摔倒了 青山虽然很想帮忙 但他也没有办法 但女主得知 男主被捺到后面很难过 因为这种情况想活下来 几乎不可能 现在整个校山高中 如同一个人间恋语 到处都是感染者 到处都是被袭击的学生 当你和同学在躲藏 外面都失散事 你会怎么做呢 正常人肯定是想办法逃离 当然也有一些人 会用同学当电背 方便自己逃走 比如眼前这个混合男 之前欺负科学老学的儿子 就有他一份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 却怎么也死不掉 是的 往往都是那些善良的学生 比如女主的闺蜜 在之前逃亡中 她的腿部被咬伤 女主虽然不舍闺蜜 可变成上岁的她 已经毫无人性 虽然很难过 但女主必须放手 现在他们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 不然门外的善事 越来越多 迟早会出事的 青山想到了之前 过道上有一个消防水管 可以把她拖进来 做一绳索爬下去 也因为这条消防水管 救了男主和青山 原来之前男主摔了摔倒 但最后躲得起来 两人也算是 闲之又闲地逃脱了 女主见到男主 还活着开心不已 不过现在可不是 弹琴说爱的时候 他们发现 这里有一台电脑 或许可以查下 外界现在如何呢 当然情况肯定很糟糕 更烂人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有善事 从上面垂下来 男主的好兄弟 抱着足迹箱砸得过去 然而因为他流了鼻血 大家甚至怀疑 他是不是被感染了 因为他的手上有伤 可好兄弟只是说 是被玻璃给划破了 但有一个缝衣妹子 和他非常的不对付 各种怀疑 为了自证清白 他只能躲在了房间里面隔离 半小时后 如果没有发生病 缝衣妹子就要向他道歉 然而男主的好兄弟 等来的并不是道歉 而是缝衣妹子 用占有橄榄蛇血迹的手帕 擦拭他身上的伤口 结果他真的变异了 虽说最后班长站出来说 我看到你之前做的事情了 证明了男主的好兄弟 是被诬陷的 但现在一切都完了 所以缝衣妹子被赶走了 而老师也觉得 自己刚才做的不对 最终告诫地方 剩下的同学们 一定要团结 一定要活下去 就离开了 老师是当得很称职 但有时候也不能冲出去送死啊 而女主的父亲是一名消防员 知道情况危机后 本来是准备去学校的 但这里有政府要员 只能先来解救他们 可惜现在外界都是感染者 想离开这里根本行不通 他也只能联系学校这边 可惜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因为此随的学校 着急沦陷了 当然我很钦佩 有人既然冒险 进入到这里直播 果然有些人为了流量 真的是命都不要了 当然这不是本篇的重点 重点是青山的妈妈 在看到新闻报道 学校那边出事后 急忙骑车赶往这边 可惜道路被封锁了 无奈之下只能绕路 好不容易来到的学校 等待她的 却是无数感染的学生们 青山并不知道 自己母亲的遭遇 大家都在希望 自己的家人不会出事 可现在的他们 已经自古不暇 当然被带到警局的科学老师 也好不到哪里去 警局这边也沦陷了 警察哥看到这幕都傻眼了 不过科学老师 最终为警察哥断后 并表示 在学校的科学实验室 有一台电脑 里面有解决这件事情的 无一办法 至于能不能抵达学校 只能天天游命了 科学老师 准备为自己所放下的错赎罪 当然男女主等了 也不会就此放弃 求生的希望 他们打算去老师的办公室 拿手机 没有想到 却看到了一名女学生 正在砸手机 而她 就是那个被拍下 不哑造的女学生 不过她之前从屋顶下来 其实被咬伤了 没有想到 既然没有发生病影 在得知两人 要拿手机后 暴怒不已 因为她要删除 那个定时发布的视频 不能让其他人看到 不然她就完蛋了 也因为这边弄出的声响 导致 无休的上司蜂拥而至 男主和青山走上了 青山更是遇到了混混男 更是拍到了 他杀死校长的一幕 所以混混男 想要弄死青山 没有办法 青山只能逃 最后一路逃到了图书馆 青山甚至用手机 戳爆了混混男的眼睛 然后亲眼看到她 被上司群给包围 然后等她一路逃到 管道里面想要打电话求救 却发现信号被切断了 而学校这边的电脑 也没了信号 女主此时很担心青山 有同学说 学校里面有无人机 谁也与他们冒险去呢 组装起来后 跟着无人机的镜头 他们对外界的情况 总算有一个了解了 到处都是上司 看不到一个幸存者 而且有一个女同学的父母 既然都发生了病影 这让她绝望不已 好消息是 他们发现了青山的身影 坏消息是 之前的女学生 贝尔桑竟然没事 当然还有混混男 这两个难道都是 病毒免疫者 另一边 女主的父亲 总算顺利的将 政府要员给救走了 可是来到这里后 只是和其他人一样 被隔离了 即使你是政府要员 又如何 但被困在这里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解救女儿 心里那是万分交集 不过我只能说 在末日中 自己或许会更靠谱一点 因为发现了青山在哪里 再加上班长曾经了解过波音 所以用话筒告知青山别乱动 他们会播放音乐 先上学的注意力 然后青山趁机逃走 而他们急了 也打算逃到屋顶上 没有想到半路上 遇到了混混男 男主差点被干掉 得亏班长出手 将混混男推到窗外 直接摔得下去 但可惜班长受伤了 大家很害怕 班长也发生病影 男主此时站得出来 虽然班长最后确实开始变异 但他的情况和混混男 以及那个女学生很像 并不是完全发生病影 所以现在也很难办 总不能将班长给赶走吧 男主主动站出来 将班长和自己绑在一起 一旦班长发生病影 第一个摇得人也是他 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缝衣妹子竟然也躲在这里 只是在里面的一个房间内 这里有不少食物 但他不敢开门 原来当初班主任救了他 让他一定要活下去 但直到女主等人 制造声音逃离这里 缝衣妹子都没有出来 虽然最后他想通了 想要带点食物给女主他们 可惜最后遇到了混混男 尝死在这里 好不容易几人逃到了屋顶 门却锁住了 更夸张的是 之前和那个女生 在一起的男生 被派来的直升飞机 救走后 说没有其他的幸存者了 被吹的女主等人 最后被困在屋顶上 回想起这次的经历 男主和亲上 都遇到了之前死掉的混混男 为什么他没事呢 再联想到那个女学生和班长 显然有极少数的人 不会发生病隐 但这对他们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此时的警察哥 是一路救人 一路往学校这边赶来 毕竟科学老师曾经说过 他的电脑里面 犯者唯一解决这场灾难的办法 然后学校周边都是上市 警察有幸无力 好在后来他们被军发的人给发现了 当然同样被发现了 还有那个女学生 不过离开学校之前 他竟然放火杀在这里 而军方也从警察哥这里 知道了科学老学的事情 以及学校那边可能还有幸存者 所以准备派人前往学校 而被困在屋顶上的学生们 开始说出自己心里的秘密 当然青山也借着这个机会 和女主表白 而男主其实喜欢的是班长 然后让助人没有想到的是 混混男竟然从广道爬了上来 准备弄死青山 最后还是班长出手 将混混男给丢下了人 很快军方的人来了 但是拿到资料后 他们却没有带几人离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那个女学生被带到隔离区后 咬上了那个男同学 军方这边也知道了感染者存在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是否真的感染 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 感染的病毒会隐藏起来 只有发病的时候才能看到 所以他们只能将校上去内的所有人 都当成感染者对待 他们也无法将幸存的学生们给带走 当然除了屋顶上的男主等人 还有在一楼努力求生的四人主 无法离开这里的众人都陷入到绝望中 甚至政府要员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们一样是校上去的 一样要被隔离 无奈之下 女主的爸爸只能将军方的人给打孕 穿上他们的衣服逃走了 他放心不下自觉的女儿 此时天下雪的大雨 雷声忽鸣 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些感染者的听力非常的好 这是从班长以及他们的遭遇中得出的 谁可以借用雷与天逃出这里 老奥想法虽好 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 逃亡的过程中 青丧还看到了变成善事的妈妈 如果不是同学救他 估计青丧早就凉凉了 在逃亡中 他们也和之前的四人组相遇了 可惜这次还是有同伴牺牲的自己 救了大家 最为崩溃的还是青丧 看着自己的青人变成善事 却什么也做不了 那种绝望 不知道该如何言表 而军方这边也拿到了科学老奢的资料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无药可解 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橄榄子 简单的说就是要摧毁校山区 虽然这个决定很艰难 但从模拟的数据中看 一旦橄榄子突破封锁 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韩国将要毁灭 所以长官现在必须下决定了 而不知前的女主等人 还在想办法逃离这里 虽然他们想到了用东西当作防护 可惜最后他们还是牺牲那名同伴 而最后打开门 救了他们的人竟然是女主的父亲 原来他已经找到了这里 然后现在无数的善事 蜂拥而至他们必须逃 虽然父亲也很想跟女主等人一起离开 但之前他被咬伤了 所以他选择留下来断后 看着青人死在眼前 女主也很难过 他此时的心情和当时的青伤很像 可为了活着 他们必须要坚强 但班长现在的情况越来越糟 他感觉迟早会控制不住自己 不过他也感受到了混合男 竟然追到了这里 青伤还被咬上 虽然把混合男给推下了 但青伤也不想连累其他人 他准备去吸引上司群 让其他人逃离这里 等其他人离开后 混合男再次找得过来 这杀不死的混合男也很难对付啊 青伤知道自己不可能活下来 所以留下来和他拼命 此时军方已经准备轰炸学校了 而在学校内的青伤和混合男 守当其冲 还好女主等人先一步逃离了这里 可他们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女主再次回到了这个建筑工地 却感觉不到任何青伤存在过的痕迹 当然现在还有更糟糕的事情 军方准备进入到校山去 猎烧剩下的上司群 班长感觉到了还有上司存在 让他们赶紧离开 可上司的数量太多了 还是有人被咬伤 也为了不伤害其他人 班长独自逃走了 而活下来的人最终被军方给带走了 一换眼三个月过去了 这次的上司病毒终于得到了控制 大家也终于可以回去了 不过女主偷偷回到过学校 发现那边其实还有火光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男主 最后一型人再次来到了这里 没有想到竟然见到了班长 他竟然还活着 而班长说这里还有一些其他人 他准备去找他们了 然后直接跳下了龙 所以这是从上司变成的超人吗 显然故事很可能还有第二季 整体来说这部剧还是不错的 所表达的校园暴力等问题 也是值得我们深思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